那山羊是怕水的动物 一般上都不喜欢洗澡 但是在如佛奔真一名牧羊人的两只 进口波尔山羊就特别喜欢洗澡 还要每天刷牙 马上带你去看看这两只原产于南非的山羊 波尔山羊原产于南非 被称为世界肉用山羊之王 属于优秀的肉用山羊品种 在如佛奔真一名38岁的牧羊人 莫哈莫·战兹林 几个月前向吉兰丹的一家山羊供应商 购买了两只雄性波尔山羊 取名为胡须和爪蛙 和其他山羊不一样的是 胡须和爪蛙不怕水 特爱洗澡 莫哈莫·战兹林帮他们洗澡时 他们乖乖的非常享受 反正是如果一天不洗澡 他们会显得浑身不舒服 此外胡须和爪蛙还喜欢刷牙 每天至少要刷牙一次 对抗牙羊人感觉不舒服 另一件事是因为牙羊人感觉不舒服 如果牙羊人感觉不舒服 牙羊人感觉不舒服 我们看到牙羊人感觉不舒服 我们看到牙羊人感觉不舒服 牙羊人感觉不舒服 牙羊人感觉不舒服 莫哈莫·战兹林对波尔山羊照顾有加 因为波尔山羊经常需要参加全国各地的山羊展览和比赛 为了减少山羊的体味 莫哈莫·战兹林还让他们吃维生素 莫哈莫·战兹林说 今后波尔山羊和本地品种山羊的价格有别 一只重达75公斤的波尔山羊 可以以9000令吉的价格出售 至于重达35公斤的本地山羊 一只的价格是1200令吉 平安羊剑 小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